小孩子坐好嗎 這個是很多小朋友的坐姿 因為這樣子的坐姿 我相信許多家長都看過 那他們為什麼喜歡這樣子坐 一個是因為他們這樣坐的時候 他前面沒有障礙物 如果說他是盤腿的時候 那個腿在旁邊很干擾 所以他們就是發展出這樣子的坐姿 一方面是方便 然後再來是小朋友那時候 他比較穩 很穩 對 然後韌帶那時候比較鬆軟一點 就不會像大人 大人要這樣做很辛苦 但是小朋友喜歡這樣做 可是這樣做會 他就像一個W一樣 所以我們叫他W型坐姿 那這個坐姿呢 他會衍生出的問題 就是會讓他的韌帶 在這個地方有過多的拉扯 就是像我們這邊有一個膝蓋 等於你在旁邊這些韌帶 你在彎曲的時候 因為是個大扭轉 這旁邊的韌帶都會去扭轉到 對 所以扭轉完了之後 他的這個腳的那個位置 就會有點變形 所以就是 其實會看一些代長的反應 這不能彎嗎 沒有辦法彎 他只能往這邊 對 他不是彎的 他只是彎側的 他就是往外彎 對 往外彎 對 所以就會有像這樣子的問題 對 那對 所以這是不好的 我們不建議 因為小朋友他其實在六歲之前 他們在走路的方式是會一直改變的 因為小朋友的足弓 在出生的時候是很少的 那個弓型是出不來的 慢慢出來的 對 然後他那個脂肪墊是很厚的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很多小朋友 他看起來好像沒有足弓的樣子 那他沒有足弓 然後又經常穿鞋子在走路的時候 他足弓的發育會沒有辦法那麼好 所以到六歲之前他有時候會內巴 有時候會外巴 或者他走路的步寬是比較寬的 你有去日本嗎 沒有 你說日本的走路 日本的女生 對 很多那個 很多那個是叫內巴吧 那個是內巴 他們的那個走路 因為跪坐太久了 我們照理說鞋子對不對 是這樣子走嘛 對 都這樣子 對 然後他們會打架 會打架 對 他們的腳會打架 為什麼 我認為是他們的跪坐時間太久了 因為像這樣子的姿勢喔 我們看這個是W 其實他只是合併一點點而已 日本人他只是合併一點點 可是他的旁邊這個地方的一些拉力 是非常強的 那時間又久 因為像這樣子做啊 如果像小朋友如果做30分鐘以內 我不會禁止他 可是像日本人他們一做 可能是做一天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這個拉力 是非常非常強的 那所以從小這樣一直長大 他們的那個腿型就跟著被改變 因為可能這個問題是日本政府 或者醫生也有注意到 所以現代化的 比較小的 對 現代化的那個東京的人 他們大概已經 都做椅子比較多了 都做椅子比較多了 對 都做椅子比較多了 好 我有一遍 但我沒有在當中 東京那種老的街道 有在賣那種什麼你知道嗎 賣那種小點心 你就是都榻榻米 然後大家就你一群我一群 在那邊坐著聊天 夭壽喔 他們都睡兩三小時都沒問題 對 我連五分鐘我都撐不住 真的是很痛苦 好 那黃醫師還包括這個 要幹嘛 對 這是一些居家運動 就是我們其實這一次希望說 能夠透過書 教大家一些在家裡面就可以做的運動 像剛剛就提到很多不管是政治人物還是現在 現代人基本上花時間運動 真的是要把時間拉出來才可以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大家能夠盡量 就是好好在家裡面做一些簡單的運動 那剛剛提到就是經常會有一些步態問題的 腹肌跟臀肌是我們首先要去訓練的 所以像這個就是臀大肌 很多人不知道臀大肌在哪 這邊有一張圖 就是在臀部這個地方非常大的肌肉 所以這是屁股 這是屁股 對 然後臀大肌這麼大 然後到旁邊接到那個擴筋膜髒肌 然後往下到膝蓋 好 那這個臀大肌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它其實會出現很多步態的問題 包括你可能會挺著肚子走路 你走路會很拖 然後會骨盆後傾 然後甚至骨盆旋轉等等 那所以我們做的動作就是這個 非常簡單 因為這個我們這一次會覺得說 有很多可能長輩在做運動的時候 他們都不太想 所以我們就找很簡單的運動 就是側邊這樣子 稍微趴坐著 然後呢 腳往上抬 就是這樣子而已 非常的簡易 你會想著看電視 想著看娃娃娃想著做 對 對就是這個時候 然後你就稍微抬起來 會覺得說 在上面的那個這邊的臀部 會有一些用力 對 有一些緊緊的 這樣子其實就夠了 我們就從很簡單很簡單的運動開始 好 那許醫師我請教你 有時候長輩七八十歲 每天固定走一萬步 這樣好嗎 不好 不好啊 為什麼不好 因為這個鍵蓋裡面有半月蒜暖骨 還有一些筋膜 然後等到它再踩一步 踩一步好像那個海綿 它會脫水吸水 脫水吸水 那一直走一直走 會造成累積性的傷害 傷害哪裡 傷害到軟骨韌帶 還有一些作弊 是喔 對 所以建議是 就是每走十分鐘或二十分鐘 就要休息一下 這樣喔 不要一次走一次走一萬步 就馬總統很愛跑慢跑 他是慢跑 慢跑也是不錯運動 我跟你講所有運動裡面 最好的運動是瑜伽跟太極 這是一級的A級運動 然後慢跑騎腳踏車是B級的 然後 什麼是D級的 C級的就是 網球 羽毛球 籃球 為什麼這個是C級 因為它都是用右邊 或是用左邊 單側運動 這種是屬於C級的 D級的話就是那種激烈性的 比如說Takuuru 什麼那種足球 或是什麼 那種是D級的 我們醫生最建議的就是A級運動 就是瑜伽跟太極 因為它配合呼吸吐納 Takuuru就是橄欄球 呼吸吐納跟傑作 這個是對筋膜非常的棒 一個運動 對筋膜的